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呢,是一个风力风向剂 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说这个半球体的这一个部分 那它旋转的速度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了解到这个风力有多大 好吧,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配合这个电子仪器的话呢 就是可以测量出那个风的那个速度,风力,还有就是风的速度了 好,但是这个的话呢,是没有就是说机械的 所以这个是纯粹就是说这个仪器,让你们了解一下 然后呢,风向就是这个粉红色这个箭头 那我们可以尝试就是往这个我们的仪器上面吹 那它这个箭头呢,就会指向我们就是吹的方向 那就是表示说这个风的来源 风是从哪一个方向吹来 这个箭头呢,它就会往哪一个方向 指着哪一个方向 所以,那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月份 每年的6月或12月 那我们吹的季后风都不同方向嘛 所以这个仪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你就会知道年底的话呢 这个箭头呢,就会指向东北方 6、7月的话呢,就会指向这个西南方 好吧,那我们就是学员们呢,必须要体验一下 要怎么样去组合这个风力风向仪 这个的话呢,就是要固定它 好吧,但是我们可以先尝试组合一下上面的部分 那这一个是自由转动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必须要撤出那个风的方向啦 所以就是必须要让它自由转动啦 好,再加上这个走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黄色的部分一个个安装上去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口吹 好,不然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用这个风扇来吹 好,就是来看它的这个 风力吹,还有风向是在哪里吹 这一个的话,比较硬一点吹 对,我们一定要在同一个方向 这一个的话,圆圈 它这个半球体,这个方向必须要移植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了 固定过后呢,我们就可以 就是往这个风力风向仪 风力风向仪上面就是吹 吹气,我们可以吹气了 好,我们来试一下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箭头呢 就会指向那我吹这个风的方向 好,所以它这个呢,也可以测量出这个风向 好,不仅仅只是风力了 好,还有风向了 好,刚刚我们呢,就是看了这个风力 风向仪,那一个呢,是因为没有电子的设备嘛 所以我们只可以用目测 用眼睛去观测那个风的速度的快 或者是慢 那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数目字来代表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面的 Application,应用程序呢 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风速 或者风力的一个测试仪啦 好,我们叫做Vmeter 好,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蓝色的数字呢 会一直不断的改变 从0点多 一直到最高可以到1嘛 对不对 好,一点多 那是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会产生这个气流嘛 好,所以会产生就是微弱的风速 那我们在换气有时候在停止说话的时候呢 它就会归零了 好,所以这个风速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单位是 每秒钟多少米 或者是每小时多少公里 km per hour 好,所以待会呢 我们会直接用口吹气 好,来测试一下这个风速 我们必须要对着这个speaker吹 然后呢 我们也会测试这个风扇 我们会对这个风扇测试它的速度了 好,要预备了 好,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最高的速度可以到15米 每秒钟 接近15米每秒钟了 所以我们直接吹的话呢 那个速度其实可以蛮高的 但是我们的持续力不长 就几秒钟嘛 我们就没气了 对不对 现在呢我们是说要对这个风扇 进行这个测试 风扇进行测试 好 来,预备了 我们要把这个speaker转去这个风扇了 好,这是一号风速 一号风速的话呢 那是最高可以到5米每秒钟 5-6米每秒钟 然后现在我们要开高那个风速 二号风速 二号风速可以维持在7-8米每秒钟 好,然后呢 我们会再去变成三号的风速 就我们发现到3号风速跟2号分速也没差别太大了 好,这其实我们 我这个是进行就是配音了 这是就是说 就是记录这个数据之后呢 再进行第二次的这个配音 所以你不会看到很大的这个风的声音了 会听得到很大的风的声音 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当中呢 就去了解到这个风速的改变 大还是小了 所以这个图表呢能够帮助我们呢 去观察就是我们四周围这个风速的改变 如果是风速太大的话会造成就是危险